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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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参选起点新北市支持者摇旗呐喊 加油动算声 此起彼落 选前黄金周末 台湾队长全力镇守侯友宜本命区 很多人都说我在大傻逼 我再留子孙 我没有再留子孙 我没有 记住这句话 蔡英文的政府是有史以来还债最多的政府 蔡英文细数八年政绩 只喊执政有成 一周内两度到土城复选 高雾要让对的路继续走下去 要给大家拜托 2020投给蔡英文的 拜托你这次 一定要全力相挺 把票投给吴清明 这样好吗 附带的 拜托一件事 2020投给蔡英文的 也投给赖清德跟萧美清 这样好吗 只要我们 热情不变 甚至更强 我相信 我们赖清德跟萧美清 一定可以当选 蔡英文在以准毕业生心情提前许下心愿 不只跟相信告白蔡英文在转点新北板桥和立委候选人张鸿路合体与足球社球员温馨小聚 请问你要是怎么度过自己的青春期 不要提这个 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读书读书再读书 因为要考试你的青春期是我们期待的 要过得精彩 这个是我们的大家共同的责任 那你也要努力 开放QA神情轻松 选签黄金周 蔡英文用各种方式要为民进党拼出气势 进行为黄轩程祥伟采访报导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